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歷史穿越劇的 和各位說的你我還很遠 其實很近的事 無二衝突蹭了一個月 感謝大家可能因為其中幾支影片點進來 這規頻的 然後非常意外的願意留下來開啟小鈴鐺之類的 BUTO 如今戰事已經邁入不是第一小時第一天 而是第一個月 俄軍從首都基辅外圍開始撤軍 並重新集結於烏克蘭東部較為親普京的東巴斯地區 一處不會配莫名RPG襲擊的美麗天堂 重振旗鼓亦或者是我覺得待在那裡就好 目前大家推估俄軍計劃從Karkiv南部重新拉戰線到馬里烏波爾 進而達到包圍烏軍最為精銳在東方的部隊之目的 當然這包圍網能否包夾成功我自己是十分懷疑 希望他們重新劃界線&Call it the day 因為種種跡象證明現代俄軍改革太直上談兵了 可能丟棄相比守軍好幾倍的軍火 從原先入侵國際社會進張萬分 到現在變成網路上大家消遣的迷因 如果忽且不論資訊精準度 北約NATO稱戰時一個月 俄軍極有15000人KIA和3萬人負傷 損失總兵力的10% 坦克被消失數量更是 如果套到其他國家軍隊 他們的裝甲主力會直接不不存在 烏克蘭當局新聞公告中稱 俄軍已開始招募預備役人員 從俄羅斯五大區域優先挑選 也有戰鬥經驗的壯丁 希望可以湊集至6萬名勝利軍 然後當然這消息只有單方面證實 克林姆林東當局沒有多做評論 所以台灣媒體可以不用再報的 剎有其事一樣 然而俄軍雇用的傭兵部隊 倒是已確定加入伺服器 像曾在敘利亞內戰中搞事的 華格納斯營軍事公司 戰場上子彈呼嘯而過 會使人腎上腺素激身 像是甜品或毒品上癮一樣 真的有些人疑似成主顧 所以你才會看到民眾往公路另一頭廁 但有另一批人正在想辦法往另一頭擠的景象 這邊題外話一下 美國在伊拉克戰爭 一樣有顧本土或國外的傭兵團 自家的黑水公司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 因為虐球事件開始名聲大噪 連伊拉克民眾也被執行 不一定是在前線打仗 但你總需要人力在打下來的地區維持治安 某些高峰期甚至思故企業員工 還告於真正著制服的美軍 所以老實說 俄軍現在只是拿美國老的劇本重演一遍而已 反正如果有幫到政的 我們在媒體上稱 承包商contractor 如果另一方call資源 那就是mercenary 傭兵集團 也讓人堪憂 普京可能表面上和你彈劾 然後私底下再派及簽名華格納傭兵進駐 和YouTube表題一樣 通常答案就在問號的反面 因為普京在上個月初 只有說過他不會派遣所謂的 應徵入武者 Conscripts 至烏克蘭戰區 結果被我比較大 現在打臉啊 證實 俄軍在第一波進攻 確實會先派這些年輕肉體去試水溫 看看物軍的反抗情況 鬼雷和子彈都幫我先吸附完了以後 而主力部隊在壓境 他們大多屬於被迫服役之人 願意參戰的意志 本來就盪在谷底 這也凸顯了為何被俘的俄軍人心驗戰 用熱茶或家裡通話的熱線 就開始哭得真不慘 烏克蘭軍方像是在玩遊戲持久戰一樣 也知道第一波是炮灰 之後的敵人才會越來越頑強 不管你先前推估會不會打起來 不過我相信應該沒人會猜到 竟然會耗到春泥出土之僵局 士兵在泥泥中挖戰壕 大規模火炮部隊洗禮 前進攻勢包圍城鎮 以上的畫面要不是有無人機 與現代裝備 我還真的以為是什麼二戰重演會現場 媒體或許專注在巡弋飛彈或NLOG橫行 但因為職業病 所以我的敏感雷男 每次都會掃到一些博物館古董貨 今天我們就要來和大家聊聊 2022年無二戰爭中 有哪些WW2軍火衝見天日 物軍真的是 我們那時候扛著你強的都會去打仗 主力部隊最近越來越常在媒體中出現 乘群或坐或躺在裝甲車上 技能升等成機動化步兵 手臂和頭盔上綁有黃色或藍色斷帶的敵我識別 身著較為統一的迷彩制服 手裡只有攻發的AK系列武器 看起來真的已經有和敵軍在前線將止一個月的P-Time 屬於高等怪 相比很多離前線較遠的後備役 可能就比較究竟取材一點 等等Dimitri不用真的搬出骨灰級機槍展示 謝謝 我記得這是前陣子在網路上流傳的影片 來源是烏克蘭國土防衛部隊 隸屬於靠近基輔市的第114獨立防衛旅 全國有大約8萬名志願之士 分配至轄下25個旅機大小的單位 手把手教你如何保養和使用傳奇DP-27輕機槍的心酸畫面流出 明顯物資在開戰前較為匮乏 去年12月輕視賽升溫時 大家還是拿著後紙版這筆畫 也難怪總統哲戀斯基在入侵隔天 就像子彈位分發一萬八千把部槍 不然你能想像一堆人拿著二戰武器打贏現代部隊的景象嗎? 好吧好像可以 這幾乎是所有二戰遊戲除了二戰第五都會配法的紅軍槍支 迪格帕諾夫設計的輕機槍簡稱DP 因為第一年開始下場實測是1927年 廣發則是要再隔一年 所以你也會聽到DP-27或28兩組數字的不同稱呼 DP輕機槍零件多為消切加工 只有65個細項所組成 比什麼一家家居說明書還簡單 採用特殊的魚塞是閉鎖即發剛好也是瑞典人首創的 可以容納47發的盤型彈匣最為顯眼 當時蘇聯士兵都暱稱它為暢盤播放機 與英軍的布輪搬用機槍雷同射速慢重量較輕 所以如果真的還要扛起來腰射 歷史上也確實有發生過 只是換彈過程就別妄想可以一個人晚上單手解決 能流傳至今的大概都是1943年後的DPM改版 更新腳架、手槍握把等 在中國有自己生產名為534輕機槍 供應鏈至1960年打住 總共有80萬把衝出生產線 DT版加裝在載具上DA則是空戰部門 在烏克蘭的武裝庫清單中 還可見最終完整體戰後的RP46 恢復傳統彈六位石鏽 重型槍關讓你打得更遠更準 本體雖然比DP重 但如果以攻發一槍250%彈藥來算 同樣的火要亮 DP要疊好幾部盤子 重量還多了10公斤 每分鐘射速是500發 比前輩還慢 因為在蘇聯軍隊使用了10年 隨後寒戰到來 被PK系列機槍取代 機槍部門收尾前眼尖的網友 竟然還有看到更古早的傢伙上陣 來源是兩年前克里米亞衝突的影片截圖 一名烏克蘭士兵 坐擁M1910馬克星機槍 陣守東部Donbass地區邊境 不用我多說 馬爺的出生年月日 連一戰都要叫他神打前輩 最早是在1891年即進入俄羅斯帝國軍隊服役 壓制過內戰中紅白兩軍雙方士兵 水冷室射擊機槍手會需要經常灌血 到空心戶套內來防止過熱 這點對於手勢士兵來說是一大加分點 反正在那寒冬中 你可以幾乎無限射擊也不用擔心 啊幹燙 雖然蘇聯紅軍理論上 在1943年要以SG43來趨而代之 但是馬爺人家一直與時俱進做微調 直到1945年才正式停產 雖然我們不知道影片中出現的為哪一代 但是從他缺少的拖拉機帽Tractor Cap 可以推算回前期的版本 畢竟烏克蘭身為前蘇聯衛星國 所以解體後 有幾把放過程好像也不用太意外 但上面那位DP一樣 吃古老的7.6 254毫米彈藥桶 彈藥鏈好像還是從PK系列那邊借來的 真的是走拼湊滿Max風 拖拉烈弗TT33手槍也再度上陣 當你的貼心腹 是前蘇聯為了取代納乾M1895左輪所設計的新品 埃爾伯特著名的宣傳照片影長 主角其實拿了TT33 指揮大火一頭衝向德軍陣地 據說他在快門咔嚓後幾分鐘擊陣亡 時常被拿來和M1911做比較 輕位18門7.6 225公里托卡烈弗手槍彈 還是有不錯的意志力 也有人說在執法單位手上可能威力過強 導致街頭巷戰中容易擊穿目標而非擊倒 外國戰爭期間有133萬把出產 理論上於1952年就該停貨 但是如同上面的機箱系列一樣 在烏克蘭武器清單中依然可見 1951年蘇軍才跟上世界潮流 使用通用9毫米口徑的馬可洛夫手槍 交戰畫面中最常見的經典不敗AK系列 大概還有三種烏軍線上服役步槍屬於WW2 那時候比較沒有現代步槍的概念 所以現在回頭看會比較偏向小巧的衝鋒槍類別 同樣發射前者手槍彈的PPD-40 也可見在烏軍民兵部隊手上 如果沒把武器都要湊到一張經典照片的話 他也有 喔 背景是來自於蘇聯愛國電影一幕 現在已成為網路上的迷遺 從1935年開始與紅軍服役 但是大家對於他的後起之輩比較有感 那就是PPSH-41 又成薄薄殺 俄語老爹之意 和韓戰美軍因為其聲響給的綽號寶格槍 因為PPD-40和38型衝鋒槍 人家覺得不符合我們的造價和工藝精神 於是下一代將其縮減成87個 零組件生產工時還是少了快一半 簡化流程到 原先做M1891莫星蠟乾的7.62蠟跟啪一聲截斷 你現在就有兩根PPSH槍管等著被組裝了 就是那麼經濟實惠 彈鼓設計可以直接拿來當槍托使用 雖然重量有被同T弟兄們抱怨 但是每分鐘的驚人降雨量即是正義 超級熱銷的聖品總計有600萬把衝出生產線 好無用程度連德國人都會在雪地中 I'm congiba 來試試手氣 像士兵印刷和分發如何使用PPSH的德文教程手冊 二戰後依然在華沙公約組織世界中廣為流傳 到越共中共手上順著紅色勢力延伸 連Donbass地區西方媒體眼中的分離主義分子 他們手中也有一兩把 PPS-43衝鋒槍 4E型的全金屬青裝版 現在仍是巫國國民警衛隊的附屋選項之一 雙方說好的共享武器 還有SVT-40步槍 原先在1940年代計畫要大規模取代莫解的阻力 但是巴巴羅薩行動開打 一擊打碎了要比美國還早補發半自動補槍的美夢 SVT生產成本高需要較多培訓來維護和操作 但是如今大軍壓盡 你要人人一把槍 於是當局character衡量在有限時間內誰能優先大量生產 結果發現了做一把SVT步槍 比最前面提到的底皮機槍還耗時 更是栓動步槍類別的10倍成本 雖然重鋒槍遠距離打起來沒準頭 但是給沒什麼經驗的農夫一把在手也能用子彈攪死你 於是經過一系列滾動式調整 這把槍沒有如願以偿宰下王位 隨後SKS和AK系列出產後就更少人提及了 截至1945年SVT半自動步槍系列的總生產量約160萬隻 大部分是交付給較能發揮其功用的蘇聯海軍陸戰隊 有趣的是據報導2008年烏克蘭當局擁有11000把SVT40任軍挑選 有些明顯已經被分發至後備部隊尬上現代瞄境依然爆到未老 很多人在網路上也說不會感到太意外 民間槍支市場上你若要SVT真機大部分都是從烏克蘭兵工廠內巡貨 你要想烏爾雙方士兵誰拿著這把歷史就是和蘇聯傳奇局神先被門並列 柳德米拉在砲擊重傷前用SVT40狙擊版擊殺了309名軸心火士兵 不過再怎麼給五星好評還是無法遮擋住下面意外層炎的光芒 那就是我們以專開一集介紹過的莫星納干一把九一步槍 狙擊型和後來眼鏡的卡冰槍四字型都有在現任巫軍服役 然後從某些照片看下來好像雙方狙擊手都有拿來將就用 使用7.6254蘇聯彈五發裝保養得當外加在隊的人手上的話 依然可以在謝斯大林格勒的榮耀 用抖音上傳再轉YouTube的480P完美畫質分析 應該是1891G級版很可能還配有原裝的3.5倍PU瞄進 被射畫面大部分皆是在後方兩島步行的檢查站 面對非武裝平民呢呵斥他們下車搜身的工作 那就有個槍的模組造型在手上就足以嚇唬嚇唬人 你槍不夠廣發把80年的庫存翻出來用 應該也算合理吧 二戰總計有3700萬把被製造出來 是今天介紹的武器中數量最會旁觀的 已經足夠讓全台灣每個人配上一支再多1000萬把被用 小當然而從義和團之亂兩次大戰冷戰 乃至於現在的新冷戰都不會缺席 聽完今天這一集你或許很難想像 世界上排名至少Top5的部隊還在用最初屆的裝 也引起網路上一連串譏諷 紛紛提到要不是俄羅斯有核武 不然大家真的不把你當一回事 維吉百科更新的很快 如果大家有事沒空可以去搜尋今天介紹的槍支專頁 在他們參加過的戰役列表中 全部幾乎都已經與克里米亞危機 和2022年烏爾戰爭站上邊了 真的大概是最穿越劇的一集 21世紀的人類在使用上世紀中葉的武器 打響復辟90年代及倒台的政權 哎呀真的不要適合去了解其文化背景的複雜性 哎呦怎麼會有一個國家的軍隊還在用二戰的勞鼓動 的確形象上面在戰火醞釀期會被大家視為禁訓嘛 資本上已經輸俄羅斯這麼多了 如今還要拿上世紀的武器來濫於充數的感覺 但是現在回頭看那些擔憂變得沒那麼重要 烏克蘭人靠自己的意志 與西方的凱瑞看似即要完成一項沒人看好的救國任務 今天當然除了趁機介紹二戰武器外 也同時在在證明雖然物質有保存期限 但抵抗意志長寸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請你個拜託留言 我不一定會回覆但我真的都會看 聲音歡迎大家先到這邊 掰掰